3月23号,也就是昨天,当地时间7点40分,埃及时间,在苏伊士运河北部航段有一条船叫埃沃Gaven,它在那边发生事故就隔浅了,就卡在这个航道上,一直到今天早上10点还卡在那边。 那么我们看这个船名是埃沃Gaven,实际上它不是长龙的船。 我们看一下它的资料,它的船东是日本的一家公司,叫这个名字。 它的运营是长龙,也就是说长龙是租它的船,长龙不是东家,那管理公司是香港培市。 这条船有多大呢?这条船长了400米,宽,型宽是59米,可以装20388个标准机装箱,很大了。 那么这么一个巨无霸,它卡在航道上,那南下北上的船全部就封锁了。 那有人问你这个苏伊士运河不是说双向吗? 其实不是这样的,不是说完全全部路段都是双向。 这个它具体卡在什么地方呢? 哇,在大家整个咱们把这个苏伊士运河的整个地图再摸一遍,大家就知道它应该卡在什么地方。 大家看这个就是苏伊士运河的南端,就红海这一边。 这边呢,就是它的这个茅地了,我们一般都是在这里呢,跑跑等待,编队,完了之后上银水。 银水呢,上来之后呢,就沿着这个白色的这个航道,就这里,沿着这个航道呢,就进入运河了。 这里是运河的入口,南端入口。 这边还有个小城市,然后进了这个入口之后呢,大家看吧,这是肯定是单向的了,这里并不是双向,一直往北走,一直沿着这个河道往北走,对吧,这是单向。 那么往北走之后呢,就进入了一个湖,看这个湖嘛,这个湖呢,叫小苦湖,小苦湖,那么进到小苦湖呢,还是单向,大家看,还是单向。 那么过了小苦湖,继续向前,就到了一个大一点的湖,那这个湖呢,就叫大苦湖,比它大了。 大家再看这边呢,看它这个航道啊,这个,看这个箭头了嘛,看到了吧,双向的,到大苦湖这边呢,就改为双向。 那以前呢,就是没有双向的呢,那都在这边泡沫等,大苦湖泡沫等,那我看一直向前都是双向,从大苦湖开始,像这边呢,一直就是双向,那么南下的走这边,北上的走这边,大家看,一直向前啊,都是,全部都是,看这个箭头,你就能看出来,一直在向北,在向北。 到这里,还是,依然是双向,可是到,到这里,又变成单向,大家看到了吧,到这边,又变成单向,那这一段,也就是说,中间这一段,它讲的这个,这个船隔浅,应该指的是这一段,我认为啊,指的是这一段。 好,我们继续把这个图看完啊,那这样呢,一直向北边呢,到这里,继续向北,到这里,又双向了。 哎,看,又双向上行,那么这条航道,左边的这个航道是去那个塞德港那边,出来的航道啊,那就不,不包括运河内,这边,右边的这就是运河,运河航道,那么就出去了,对不对,顺着这个航道走,就出去了,就到这个地中海了。 那地图看完了,大家应该有个整体概念啊,那这条船呢,是应该卡在南北,啊,各有双向航道,中间那部分的单向航道上,这一段航道确实是在苏伊士运河的北部,啊,那么这条船呢,是编队是第五号啊,也说它前面有四条都过去了,它后面有多少呢? 十五条船,啊,全过不去了,全,我估计大骨壶抛锚去了,那关于这个事故原因呢,这个报道给出的资讯呢,太少了,啊,就四个字,全船跳电,这个英文呢,叫blackout,这个是没有办法做分析的啊,这个,我们只有等到事故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呢,我再找时间呢,做下具体的分析,哎,如果大家想了解苏伊士运河,我往期视频呢,哎,有一期视频呢,是专门讲苏伊士运河。 挺不错的啊,大家呢,可以翻看一下,好吧,那我们这期呢,就聊到这里,下期再见。